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玩怪物弹珠九年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紫飞鱼 那我游玩的时间大概是八年四个月 大家好 我是Logue 那我游戏的时间已有两千两百多天 大家好 我是敏雪 我弹珠的资历玩了八年半左右 大家好 我是骆驼 那我玩怪物弹珠已经八年多 大家好 我是抱抱 目前玩怪物弹珠已经八年九个多月了 大家好 我是超雷 我怪物弹珠的资历是八年 大家好 我是熊猫 然后今天是我玩怪物弹珠的第两千两百六十二天 在MSTW Strikers 里面呢 是担任主持 厂扣 然后呢 还有节目上效果的担当 我曾经在2019年的竞速赛担任过赛评 那今年的MSTW征选赛 也担任这个赛评的工作 自认为我在于关卡攻略上 对于场上的局势分析 还有关卡的新的机制陷阱 可以有很快速的理解 跟预判 那以前参加过拼图骑士杯的线上派 那意外获得亚军 那就是因此我建立了自己的信心 开始参加线下赛的部分 开始有参加美飞四五杯 获得亚军 第五周年的时候 有参加2019亚洲大奖赛 有获得冠军代表台湾 参加日本的比赛 曾经参加过四周年的线下比赛 然后那次刚好是冠军 然后在2019年参加过台北丢完展的比赛 然后那一次也是冠军 五周年的时候参加比赛是亚军 那我其实有经营社团 会带新人去挑战一些困难的关卡 把他们获得一些比较难获得的角色 就是我们想要让更多新人来玩 那有在经营那个怪物弹珠交流讨论区 那现在有非常多那个玩家在里面 针对一些新的角色或者是新的关卡 去做一些攻略跟角色情报分析 来推荐新手是否要抽等等 那我曾经是2019五周年 台湾区亚军队伍奏明梦的一员 平常会开台攻略关卡 像是天魔未开超暴轰厥或是超旧级 也会迭运或是抽转弹 那有时候也会跟我的观众 或是出没在群组跟路人 一起打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关卡 那希望可以帮更多人通关 那大家可以一起玩怪物弹珠 我在2019年的贵物弹珠 Grand Prix 预赛中 我担任重名梦的四号Anchor手 那我也跟着队伍去最后获得了亚军的成绩 那我平时的时候会去针对高难度的关卡 会去寻找比较容易取得的角色 把它组成队伍 所以比较不方便 但是这次真的很开心 可以参与怪物弹珠的线下活动 我擅长搭配各种不同的角色 以及它们的果实 然后还有多颗星卡点 以及预测弹珠飞出去的时候 撞到板块或者怪物的时候 弹飞的位置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呢 希望带给各位观众 就是更加有效果 然后呢也包含了更加 就是有技术层面在里面的节目 Yeah 希望我可以继续增进我的技术 然后跟成员们一起挑战未来的所有的难关 那希望也能更努力 然后带领更多玩家一起突破关卡 未来有机会参加官方的直播 会尽力的去通关 然后来争取通关奖励 希望可以利用我在脸书跟YouTube经营的时候 去分析的那些专场 然后来帮助更多的新手或观众 去了解这个关卡的模式 希望自己可以更精进自己的能力 能够成为大家都能够信任的人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可以透过我们接下来的这些攻略 可以当更多人去喜欢怪物弹术这款游戏 然后也谢谢各位投票给我 那我现在有这个位置 未来的报复就是我在成为MSTW的这一年内 我希望可以通关所有的新降临 然后帮大家福利拿好拿满 M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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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TW